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劉伊町 歡迎大家收看我主持的台義有志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個 又經常用到的就是鯛 這個水鯛 不然還有水已經鯛了 就是鯛 這個我們在北京去的時候 會介紹一個地方大家聽過 在這個芬蘭,中國芬蘭的這個 就是鯛池 三天水再一個針 但是北京去鯛就鯛 鯛池都在鯛 但是其實這里是台義里 這里台義里的鯛就是鯛 他已經鯛了 不要再鯛了,他要鯛了 就是鯛 三天水還有一個針 普通這里鯛都會跟那個碗 鯛汁會都鯛碗碗 碗碗碗就是鯛 看起來好像鯛的水很多了 這個針法就是真的水很多了 就是鯛出來的意思 鯛也是鯛的意思 鯛也是鯛的意思 鯛不要再鯛了 台義里的鯛 因為沒有這個鯛音 除非我們用N來代替 鯛的意思就是鯛的意思 鯛的意思是鯛 就是鯛的意思 最佩服謝謝